就我們現在目前 這一次跟DDK合作來看的話 我們原來的百龍紡織機械 這個領域原來都是在Apparel這一塊 那現在要把Apparel這個品牌 要Leverage到Shopper這一塊來講 因為是不同的Market 客戶群也不同 Approach也不同 所以真正就是說 目前假如說以百龍的resource 就是這個brain image 尤其剛剛常常在強調說 我們跟Nike 它這個Global Pound它有9個 我們有6個已經是我的major customer 那我怎麼樣Leverage這個resource 到Nike譬如說它的在SHOE 這個鞋子這個領域上面 或是Adidas 這個就是這個品牌有沒有辦法滑回 它這個重要性就在這裡面 其實我個人認為因為百龍成立到現在42年 品牌就是一個就像一個人的靈魂一樣 它的重要性應該是這樣來看 就以這個遇到的挑戰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像橫跡來講的話 橫跡在我們開始做這個品牌計畫之前的話 雖然說有訂幾個mindstone 可是這幾個mindstone 有些不管是RD的同仁 或者是OIL的同仁 其實他們對這個方向跟對這個target 事實上是有些懷疑的 可是經過這個品牌計畫 因為彼此的這種溝通 我講溝通當然不是只有商量 還有包括我們DDG的像 或是Yan他們來跟 比如說跟OIL跟RD的同仁這樣溝通之後 他們也慢慢能聚焦說 這個事實上是必須要 因為從競爭的角度來講 這個不去突破 但Benefit是什麼 只要能突破的話Benefit是什麼 不突破的話 那我們也不過只是啟動一個player一樣 Point of Difference是什麼 雖然在荷基我們是Nobody 可是現在目前 假如3D我們現在做出來 至少也是跟SIMA跟STOTS 站在同一線上 那原機這一塊的話 就更 outstanding就是說 像我們做Spacer Spacer 以前它在去年的8月的時候 第一次台灣血跡展 我們參加的時候 台灣的一些客戶來的時候 包括晶編的客戶 Warmnit的User來 他說你這Spacer 有沒有辦法做類似孔洞 這在我們內部上面 第一次的impact就是說 怎麼會是這種 當時那時候都還沒有 規格都還沒有清楚 Follow它這個邏輯說 我要從Spacer 因為我們有這個假扣 這在晶編市 它沒辦法做兩色以上的假扣 我們可以做到三色四色 而且是對比很 顏色是非常強烈的 而晶編來講 它們是後懶 所以它對比沒辦法那麼強烈 所以這是我們優勢 可是開孔洞 這是我們的劣勢 當時我們那時候 根本想說怎麼去開孔洞 可是當經過這個計畫之後 大家就會越來越清晰 那必須要去突破 那那時候相對的RD 他們就越focus 那我設備應該加什麼 應該要突破什麼 因為透過DDG跟我們RD 跟我們OIL 跟我們這邊marketing 假如說這是一個深度的communication 他們就更清楚 這個必須去突破 就越能focus 該怎麼去突破 所以其實我們 在二月就在做這個動作 可是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這樣弄弄弄 try的過程 try的覺得是可以的 拿去給客戶看 客戶說這樣不行 你還需要怎麼樣改進 我們在弄弄弄 所以現在這個也準備好 所以其實挑戰也在這邊 不過就是說因為 有這個品牌這個計畫 然後因為在內部上面 共識形成得更快 在解決問題上面就更快 所以我們在開發的過程 事實上是比以前要縮短很多 挑戰在這裡 可是相對 我想game也在這裡就是 雖然說我們在還沒參加 這個品牌計畫之前 在show upper這一塊 我們已經有琢磨 可是對show upper的去 真正去hit到說 到底客戶需要什麼 品牌需要什麼 設計師需要什麼 我們是有一定的方向 可是真正要find tune到最細的 那這個事實上也是因為 我們參加這個計畫裡面 才第一個有辦法去真正的整個很清楚了解 那第二個就是說 像剛剛有看到說像我們的 這個datasheet啦 或是這個white paper 這些東西在我們以前來講的話 從來就不會去想做這個事情來去用這方面的 像white paper的 我相信它假如真正能present到這個industry的話 它發揮的影響力會非常大 那這是以前我們從來沒有去想過 思考過做這個事情